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定义出来转换器的这样一个类 然后在这个类当中的话 做的最主要的操作 实际上就是它在被构造成对象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对象里面的REGX 这个固定的属性名字 要补充一个参数 补充一个什么数值呢 最终这个转换器 你要想把它做成哪种 转换成什么样的正能表达式 你就把那个正能表达式的参数 给它保存到REGX 这个属性里面来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它的第二种就是 一旦构建完了这样的一个转换器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转换器呢 存到哪呢 存到APV的URMAP当中的convirtors 在这个字典当中 存字典里面的时候呢 要去起一个名字 然后再跟这个类蹲上 接下来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去借助着路由里面的 这个RE的这样名字来进行使用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点方式 那首先我们来去说一下 冒号的后面的这个参数名 现在还有疑问吗 冒号后面的这个东西 无论是我们自己取的这样转换器 还是它原本的转换器 冒号后面这个地方代表的是 提取出来的那个参数的名字啊 对吧 然后的话 那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定得根据 我在这个试图函数里面的名字 一定得对应上吧 这是一一对应上的 所以呢 这点疑问大家要清楚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刚才可能有点晕的地方在哪呢 在于这个转换器的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给你传了一个参数 再到这里面构建整个对象的时候 就有点晕了 那我们现在呢 不意上来给你直接去写这个转换 这个万能转换器了 咱们给你实现一个最普通转换器 怎么去实现一个最普通转换器呢 还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要去实现的话 实现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换器呢 我们实现一个转换器 专门就是用来处理手机号的吧 比如说叫做mobile 这个转换器converter 然后呢 比如说它叫做 要继承自baseconverter 然后继承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说了 我们去实现这个转换器的时候呢 做的最核心的工作呢 就是在这个转换器 它的构造函数当中 要去给它补充上 这个转换器转换的 那个正则表达式是谁 所以在进行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第一个参数我们也就说明了 原因在于这个 这个类的构造 不是我们自己去执行的 是flux去执行的 所以flux在去构造的时候呢 它的第一个参数 固定的就会传URMAP进来 所以我们要去接收一下 但是我们接收过来之后呢 我们自己又没有用 所以呢谁会用呢 复类会用 所以我们在里面 要去调用一下复类的方法 然后呢 直接去调用谁呢 调用当前的这个类 然后呢 以self对象来进行寻找 寻找到它的副类之后呢 我调用副类的初始化方法 并且把URMAP传给副类 然后呢 让它迅行构造 这是调用副类的方法 调用完成之后了 那刚才我们说了 咱们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给当前一旦构造好了 这个self这个对象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REGX 有这样的属性 这个属性就是最终 这个转换器 必须使用的时候呢 一个匹配的 正能改达式了 它到底是谁呢 比如说当前这个转换器 最终要匹配的是手机号吧 所以我就把这 这号的正能表达式 给你放到这里来 那手机号的正能表达式 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写了 那我就把它拿过来了 就相当于 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给你 把手机号的正能表达式 给你写好 放到这了 给你存进去了 那也就意味着说 最终这个转换器 就会按照这个 正能表达式来进行匹配 好了 这是进行定义 这时候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怎么做呢 把这个给你遮盖掉 下面是定义 定义完了之后 第二不是要把它 添加到那个里面去吧 所以我在这里面 就要去添加了 app.url map 当中的converters 我要给你添加进来 我还得给你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 是由我们自己来去起的 所以呢 比如说 这个就是手机号的 那我就把它叫做mobile吧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这个mobile的名字 对应的是哪个类呢 那就相当于是刚才 我们定义的 mobile.url 定义完了 定义完了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把这个东西 也给你注释掉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这是我定义的 一个试图函数吧 我要去用了 那就应该是 app.wrote wrote之后的话 然后呢 还是send 那之后后面这个地方 我实际上要提起参数了吧 但是在flux当中 得用转换计 转换计是谁呢 是不是就是mobile啊 所以我就把mobile 放到这 然后呢 后面 后面是不是定义的 参数名字啊 参数的这个名字的话 咱们为了 以示区别的话 咱们怎么写呢 比如说mobile的number吧 咱们以示区别 让你看得更明白一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前面的mobile 是不是跟这个名字 对上上 然后呢 这个名字又跟这个类 对上来吧 紧接下来 我们让程序呢 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我们让程序重新运行 运行之后呢 回过出来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给你换一个186 然后呢 1234 应该是 12345678 11位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看一下 send sms186 8个要求可以了 我哪怕再给你 再多一位 它都不是了吧 所以看一下 这就代表是说 最终在这个地方 拿到一个请求的时候 然后呢 他拿到这么一个请求 怎么去做呢 拿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按照什么呢 找到一个规则 找到一个规则之后呢 把这个mobile 所定的转换器 然后呢 给你进行一下 初始化 从初始化之后的话 相当于 mobile是谁 是这个类吧 对吧 它的整个匹配过程 就相当于 我在去绑定的时候呢 flux里面 会检测到这个 检测到这个路径 检测到这个路径之后呢 然后呢 他按照这个 你指明的转换器的类型 在comvortals当中找 找到了 是不是就找到这个东西了 找到他了 找到他之后呢 就把这个类 构建了一下对象 构建了一下对象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对象里面 所对应的regex 他就知道了 最终他以这个regex 所对应的正德表达式 来去在这个地方 去提取参数 就是这么一步 绕了一步 绕了一个类的方式 绕过来了 这一点大家能跟得上吗 就相当于我们并不是 把这个正德表达式 直接给你写到 主流里面了 而是说把这个正德表达式 给你写到哪儿了 给你写到了这个类里面的 一个构造函数里面来吧 保存到这个类的 对象里面来了 在对象属性里面 这个regex固定的名字 他就会找这个名字 找这个东西 所以是这样一点 那我现在先写这个 mobile主要看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也就意味着说 按照这种方式你之后再去写的时候 只要你匹配的是手机号 那你可以直接就去 去调用这个mobile转换器 就是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操作 那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按照这样方式操作之后 我们再去说了 如果你还是想要说 达到一个 复用的程度 你一旦定义好一个转换器之后 想要跟张狗一样 我不是说每次写一个手机号 那我好了 定一个手机号转换器 我日后发现手机号不合适 然后呢 我可能还定义某个别的转换器 比如说定义一个什么样的转换器呢 可能定义一个坐地转换器吧 TL TL平常就是说 三位区号再加上八位手机号 或者七位手机号啊 或者说你把区号都说我捏掉 就只剩下八位的坐机号了吧 那你说呢 为了实现它的话 我是不是还得再去实现一个 坐地的这个转换器啊 对吧 你每去实现一个的话 你都得重新再次定义一个 那这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说是也像张狗一样 我实现了一个转换器 就相当于是一个万能转换器 我再让你进行帮助我提取的时候呢 到底定义的 它那个正则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我再去使用的时候 可不可以给你整个一个参数呢 如果我直接把那正能比较式 给你放到路由里面来的话 那你说这个转换器 不就相当于一个张狗里面 很通用的呀 对吧 我想要去提取什么参数 我就把那个参数 否定的正能比较式 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我们在这个普通的转换器 基础之上呢 给你引入了一个 咱们再来去定义一个 新的转换器了 那这个转换器是哪个转换器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上面的这个RE转换器了 那你把这个转换器之后 再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去做呢 这个转换器完全可以接收参数 所以就相当于 我会去定义一个转换器 它的名字叫做RE 然后呢 在这个转换器被构造的时候 在Flask创建它对象的时候呢 你里面到底要保存 什么样的证换表达式 我在你构造的时候 当做参数传给你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在这样方式做了之后 我要去这个视图函数 所对应的解析的是 解析的是手机号 那你好了 你就去给它传手机号的 证换表达式 然后呢 那我如果说 我再去定一个打电话 比如说打电话 靠什么呢 靠这样的一个做记号 那这样的路径里面 对应的APP.road的时候 我说的 我还是想对应的一个call 打电话 那我再去提取这个参数的时候 那你说这个参数 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 也去使用同一个转换器而已啊 对吧 我就把打电话的 这个电话号的 这种的表达式 当做参数 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打电话的电话号 给你提出来 放到这儿 是不是可以啊 我就给你做成这样的方式 那做成这样的方式之后的话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这样的转换器呢 就是一个万能的转换器了 那这个万能转换器 依然在这取用的时候呢 需要去传正能表达式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这个定义的时候 在它的初始化方法当中的 这个RGX 是不是就不能写死了呀 对吧 我就得在它的当中 需要把你给我传的 到底是什么参数 我给你接过来 再给你保存进来 保存进来之后的话 我再把这个正能表达式的 这个转换器给你设置到 URMAP里 可不得怎么样去做 那你后面 就可以去使用了 这么去说 大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RE这个东西吗 RE你在这里面可理解的话 你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你可以理解为 相当于我放到这里面 plus再解释到这个路径的时候 再去执行ROT 把这个装饰器 把这个路径 跟这个湿度函数 绑定到一起的时候呢 它先做的第一步操作 就是RE 然后呢RE是谁呢 通过这里面找到的这个类 然后呢 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说在这个地方 RE呢 就是那个类的一个代言人 就相当于是 把那个类名放到这儿 我这么去写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清晰一点呀 是不是相当于就去创建了 这样的一个类的一个对象啊 对吧 就把这个参数当做 这个类的构造函数里面 去传过来 你就可以这么去理解 对 URMAP是它自己传的 所以呢 这个参数 我们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来进行接收 而且是Base Converter 它需要用得到的 所以我们接着过来呢 需要传给这个Base Converter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那这一点操作 操作完成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来去看一点 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再来去看的 这样的内容的话 咱们还是围绕着 转换器来进行说明 那有同学就可能就说了 说你这个地方 在Flux里面 再去使用路径提起参数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太麻烦了呀 对吧 还得先定义转换器 然后呢 才能够进行操作 实际上原因在于哪呢 Flux里面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WagZug 这个工具箱 再去实行 这一样的一个 提取参数的时候的话 它的这个类 既然是一个类 也就意味着说 它不仅仅是在 构造对象的时候 可以这样操作 还可以等次操作呢 我们就说了 这个Base Converter当中的 这个部类里面 实际上是有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 才是真正去定义 转换器的时候的 一个复杂的地方 也就说你能够去做 更高级的操作的地方了 是哪两个方法呢 一个方法呢 叫做ToPython方法 才ToPython方法 这是固定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方法呢 叫什么方法呢 叫做ToURL 这两个方法 这是两个方法呢 是这个Base Converter当中 它自己实现的 我们自己在去定义的时候 我刚才实现的 这样转换器 是不是都没有去实现这方法啊 原因就在于 它自己已经实现好了 我们可以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你看一下 它的ToPython方法 跟ToURL方法 是不是都是现成这样 所以我们没有去做 那你说的 这两个方法意义在哪呢 转换器当中的这个方法呢 才是转换器 它的一个真正的用途 什么东西呢 先来看ToPython方法 ToPython方法 它所对应的意义就是说 你这里面最终 把它去使用的时候 在这里面不是去使用的 这转换器了吗 对吧 使用转换器的话 然后的话 Plus里面接触到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把这个请求 按照这个转换器 所指明的这个转换规则 是不是要去匹配一下啊 一旦匹配之后的话 实际上 是不是就把这个参数拿过来来 对吧 这一点能跟得上吗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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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比如说当前 有了一个 应付的访问 是访问的是哪个路径呢 访问的是这个路径 访问的是这个路径 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那Flux里面 就按照这个相对应的规则 然后呢 去找到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呢 进行匹配 在进行匹配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 你刚才的剩下的这一部分 手机号的部分 是不是正好跟谁啊 跟你的这个 转换器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匹配上了呀 对吧 匹配上了之后 那我们刚才就说了 你的这个参数 就应该是哪啊 你的参数实际上 是不是就是这个mobile吧 对吧 然后呢 他把这个参数 是不是就直接传给谁了 你的这个视图函数里面 这个mobile吧 是不是传给他呀 但是在他传之前 并不是直接提出来 就传送过去的 而是说 要经历过步骤 经历过什么样的步骤呢 他把这个东西 一旦匹配上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参数传给谁呢 传给2python 他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 先交给2python 里面的这个地方 他把这个参数 将做这个2python里面的 传输参数 调你的 调你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你在这个方法当中 你是不是就拿到了 这个从路径当中 所提出来的这个参数了 你完全可以在这里面 去做一些操作了 你比如说 你想做一些更复杂操作 什么操作呢 比如说 你这个地方 可以进行一下 过滤 说了手机号当中 只能说是186 或者189的一个资案 你能够去操作 或者说是什么地方呢 你有些时候提出这个参数 可能就是一个整形 那你很可能把这个地方 要把它转换成一个整形 再交代过去 就相当于 你在这个地方 想要做什么工作 你完全都可以自己 进行相对应处理 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函数当中呢 对拿到的 提出这个参数值呢 进行自己处理 自己处理完成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这个函数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这个函数 一旦实行完成之后 要进行返回 在进行返回的时候呢 你在这里面 做的什么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最终就会还给底下来了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 随便做了一个手脚 比如说 我根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 歪的值 这个手机号拿过来的吧 拿到手机号之后的话 我不做任何工作 然后我return的时候呢 给你传出东西呢 比如说就考虑123 我return呢 123的话 这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最终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为了让大家理解明白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面 你做完手脚之后 可能产生的结果 是一个新的结果 好了 你这个结果的返回值 才最终作为谁呢 才作为你这个 试图函数的 这个mobile 它的一个参数传回来 所以就相当于 你试图函数里面 所接收的这个参数 并不是直接 从路径当中 拿过来就传给你了 而是中间 经过了这么一个 2Python方法的 操作之后 再把2Python方法的返回值 作为这个参数 给你传到 你试图函数当中来 也就意味着说 你试图函数当中 所去使用的 这个mobile这个number 实际上是 2Python的返回值吧 这是它所最应的 一个意义所在了 我们为什么 把它叫做转换器呢 转换器的原因就在于 它按照正德表达式 拿到这个参数之后 你在2Python方法当中 你可以自己去做 转换的操作 你可以把它进行 类型转换 还是把它创建成一个对象 还是想做 什么过滤的操作 统统完全都有 你自己操作 你自己决定好了之后 你最终的返回值 就传到了这里来了 这是它的转换的意思 就相当于把 UIL里面的这个参数 给你转换了一个东西 放到这里来了 这个意思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个是它自动去执行的 就相当于 我们在这里面 去实现好之后呢 它自己去提取 提取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东西 调用出Python方法 它自己去调用的 然后呢 再把这返回值 给我们传到这里来了 为什么 这2UR是另外的一个地方 会去调的 我们先去说2Python 为什么说2Python 是plus 或者说这个 workzg 它在去实现的时候呢 它就这么约定好的了 就相当于 我们为什么要 继承这个base convoter呢 baseconvoter就是 我们自己实现的 这样的一个子类 跟workzg 那个工具之间 达成的一种约定 workzg呢 它自己就会约定好了 它就调用这个2Python方法 所以呢 我们也只能去实现 2Python方法 你实现一个别的方法的话 这个方法呢 就没有任何意义所在了 所以我们先去说 2Python方法 这是在进行 提取参数的时候呢 经历过这么一步骤 绕过来的 这个地方 那能不能是什么意思吧 我们把它来去 保存一下 这个2 这是 2Python 放到这 然后呢 刚才明白了 那个过程之后 我们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我在这里面去写了 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点进来 你看一下 它的负类里面 这个2Python方法 它有做主角吗 是不是什么都没做呀 它接受什么 就给我传过来了 所以如果说 你在这里面 不做任何转换操作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 不用自己去实现 2Python方法 负类里面 是不帮你实现好的呀 我们在这里面 让大家看一下 有2Python方法的存在 我怎么去操作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去打印一下 这是2Python方法 贝调用 贝调用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比如说给你返回了 无论你给我传出来的什么值 比如说我都给你 返回一个ABC 这是可以的吧 我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用这个 RE转换器 然后呢 提具参数 放到这里面来 哪个 这个mobile这个 对 mobile这个number 然后呢 我们要这个程序呢 重新启动一下 回过头来 我再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位数 可能多了一位 我回减少一位 这里应该是正确匹配的吧 敲一下 敲一下之后 你看一下 我给他传的是1868个18 但是你看拿到的值 是不是ABC呀 然后呢 你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下 底下这个东西 是不是toPython的方法 被调用了呀 对吧 所以是他自己 帮助我们去执行的 当收到证明请求之后呢 他去调用toPython的方法 把这个值拿到之后呢 这个值是谁呢 就放到这个value里面来了 所以这个value 是他所对应的 提取出来的那个参数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对value 能够进行操作 所以这是 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比如说 我把它给你注释掉了 我们通常情况下呢 就是可以直接 拿到什么值 是不是返回什么值了 我把这个注释给你去写一下 这个value 是在路径 进行正则 正则 表达是匹配 时候 提取的参数 这是关键这样一点 这些toPython方法 理解完了之后 我们回过出来 再来看toUR方法 那toUR方法 它又是在哪里面 来直接使用的 应该想 也能够想出来吧 你看一下 toPython 是不是相当于是 把路径给你转换到 Python程序里面来啊 那你toUR呢 是不是相当于是 把试图里面 你所用到那个 Python里面的数据 给你转换到 UR当中去啊 是这样的东西吧 所以 就是在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 怎么来看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 也就是说 toUR方法 这个toUR方法 是谁去用的呢 是这个UR方法 它去用的到的地方 那我们看呢 比如说 我现在呢 定义谁呢 我定义一个 比如说 一个试图 比如说就叫做 这个index 主路径吧 指数图 我们有定义吗 没有定义过 我们把它就叫做 index 然后呢 比如说app.root 我就定义一个 index 访问主路径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 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要做的工作 就是重定向 redirect 让你跳转到哪呢 让你跳转到 刚才我们所定义的这个 sendsms 定义到这里面来 那把它放到这 那你说 这个URL 我应该怎么去写呀 刚才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尽量去使用UR方法吧 但是你说UR方法当中 所接受的这个参数 什么参数啊 是师座还是名字吧 所以 sendsms 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视图环数 它所定义的这个路径 还是普通的路径吗 不是吧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兼括号 要对应着 要去有一个转换参数 在这里来呀 是不是相当于 兼括号就是价面符啊 这个地方 到底你要进行 跳转的时候 你说send里面的 后面那个值 到底是多少啊 就相当于 我们让它转换成的路径 是sendsms send 是这个路径吧 send的路径 后面我们这个路径 是不是还有东西呢 你说让它进行 UIL报的时候 解析出来 要你要有什么值啊 这个值 你是不是得 去给它补充上呀 对吧 也就相当于 我只有把这个值 给你补充上之后 你这个路径 才是一个完整路径 所以呢 这个值 怎么去补充呢 看一下 UIL报的方法 我们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你看一下圆码当中 第一个参数 它叫做endpoint 代表是终点的意思 终端的意思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哪个东西呢 就是你那个试图函数的名字了 它把一个试图函数呢 叫做一个endpoint 然后接下来 大家来看一下 后面的参数 什么东西啊 星星virus吧 星星virus代表什么意思 是接收可变长度的参数吧 而且必须是 见直对的方式来去传吧 对吧 所以你知道了这样一点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你最终不是要通过UIL法 进行反解析 反推出来一个路径吗 这个路径当中你在这里面定义的时候呢 还需要用到一个参数 参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再把它放到后面来 因为它是星星 所以你传的参数的话 必须给它起名字 你在这里面怎么进行定义的 我在这里面就给它怎么传 我在定义路径的时候呢 这个路径里面 这个参数名字叫做mobile number啊 所以在这里传的话 必须也就是mobile number mobile number 然后放到这 这个名 这个参数呢 跟它一一的定上 然后呢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参数的值是多少呢 放到这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这参数值给你放什么东西呢 就是18 比如说就是189 12345678 给你放到这了吧 那通过这样的UIL方法之后 那它所形成的那个路径 就变为什么路径呢 它所形成的路径呢 就变为是斜线圣的 然后呢 189 然后呢 12345678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使用UIL报的时候 这里面传的参数 它也并不是立即的给你直接 按照这样监控号 直接把监控号所对的东西呢 给你替换成189的这个东西 而是说经过谁啊 是不是通过2UIL了 所以这一点就要清楚知道了 也就意味着说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用UIL报的时候 你在这个里面 所传的这个参数 首先是传给谁呢 首先传给的是2UIL了 传给他了 传给这个里面 传给这里面之后的话 然后接下来 你在2UIL方法当中 可以去做任何的操作了 你可以进行相应的转换操作 做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2UIL方法 必须也得有一个返回值 也就意味着说 你在这个里面呢 我把它滑掉 你在这里面 必须也得有一个返回值 比如说我把它也是 返回这个VALUE 那就相当于 你在这里面返回的那个值 返回到哪了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 给你换掉一下 给你换一个什么样的值呢 给你换一个 给你替换掉了 比如说就是给你Return 然后呢 Return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咱们去写了一个 1 然后呢 比如说就是158 12345678 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相当于转换结果 变成这个东西了 那这个返回值 才最终替换到哪了 才最终替换到了 这个地方来了 我给你画到哪了 画到 画到这个地方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给你画到这个地方 底下的这个警号 写的注释这个地方 是代表的是一个 最终的结果的 所以相当于 它通过这样的一方式转换 然后给你转换到这了 这个给你放到这不太合适 我把这个value给你放到这里面来 这么画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路径之后呢 再把这个路径作为谁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返回值 放到这么画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相当于这个参数 传到2uil方法当中来 然后2uil方法当中呢 去做工作 做工作之后呢 把2uil方法的一个返回值 然后放到哪呢 就相当于拿到这个路径 把尖括号的一个地方 给你划掉 然后把你的返回值 给你拼接到这个地方 拼接到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形成一个 send的一个完整路径啊 把这个完整的路径呢 作为谁呢 作为uil方的一个返回值了 这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相当于作为这个地方 作为uil方的一个返回值了 放到这 这个地方也写完成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去看一眼 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说 那我们现在咱们怎么去做呢 复uil方法当中 我也去写了 把这个东西写一下 这应该是说 相当于是uil方的 使用uil方的方法的时候 被调用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return 然后呢return什么东西呢 咱们比如说写写死了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158 然后呢12345678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 也是不相当于进行一下反推啊 咱们来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还可以 给他去打印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也打印一下 这也是toil方法 被调用 被调用 然后呢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咱们让程序 重新的来去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呢 然后紧接下来 我去访问谁呢 我现在先去访问这个主境吧 访问这个阶线index 访问写先index 然后呢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它最终跳转的时候 我说的pinit应该是189 这样的2吧 但是你最终来看一下 通过我的这样的转换之后 我给它写的是158111吧 所以最终你看一下 跳转是不是158111 被我写死了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 -ul方法是不被调用的 所以这也是它帮助 我们进行操作的 只不过是说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这里面说 不要做别的东西 也是通常情况下 你拿到什么书 就去转换什么东西了 别就返回了 我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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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